哈囉大家好我是捷運汽車的小斧 今天要為您介紹這台是 2016年出廠的Toyota ROV4 油電混合版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廠灰 這個Toyota的廠灰跟一般的廠灰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你看它旁邊有這種藍色的 其實它這個廠灰跟Lancer 14 設計有點像 就是它只要是有藍色的做搭配 其實它就是油電混合版 那一般的版本其實是不會有的 那它這台車最大的車頭的特色是 它這一個燈 燈組已經是新世代的一個燈組 就是它完全做跟之前的燈組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樣 還有再加上它這一條很長的一條LED的日行燈 那另外它下面還有搭配一些銀色的飾板 然後來配襯出整體的車頭 看起來是有運動風格 而且偏向年輕化的一個視覺的觀感 那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車側的部分一樣 只要有油電混合版 它就會有一個標誌 就是Hybrid的一個標誌 會貼在旁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輪胎的尺碼 它輪胎的尺碼是225、65、R17 那再加上它原廠Hybrid的一個專屬的一個 17吋的運動的動感鋁圈 對 那一樣它的後視鏡一樣有一個LED的方向指示燈 然後還有這個車頂架 它這次要在2.0以上豪華版才會有配置的這個運動的一個車頂架 那我們來看看後行李箱的部分 這個是全車系都有標配的一個車尾的一個尾翼 然後使得它的後面整體造型看起來其實也是偏向運動化以及年輕化族群的一個設計 那一樣它這邊後面一樣我有個油電的Hybrid的一個英文貼在這邊 那它的後行李箱一樣採用電動尾門的方式開啟 那其實後行李箱空間老實說我覺得以休旅車來說的話 其實它的後行李箱空間並沒有非常的寬敞跟深 那它有一個比較貼心的設計就是它有這個置物網 就是我們的東西 假設說像一些小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固定在這個地方 然後做一個放置 然後它有五個間距可以給你去做調整 一樣就是這樣一接 然後還可以轉換成這樣 然後最後可以變成最近的距離 放這樣 然後我看一下它有沒有備胎 有它也一樣有一個備胎 以及它的三角頸 頸飾排 那另外它後面這邊還有一個放置電池 就是它其實前面有個電池 後面也有一個大電池 然後這台車一樣是可以做64分離傾倒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一樣後座一樣它旁邊有一個板手 放平之後它就會是64分離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沒有辦法 是完全平整化的 它是斜一邊就往一邊往下斜 斜傾 沒有像我們以前看到像什麼 Turang 或者是 福斯的Tiquang那種 是整個是平整式的 但我覺得這個就會比較 可惜一點 駕駛座一樣它是一個 八項的一個 可以調整的電動座椅 那它這邊是前後的腰靠 那以及上下 左右的一個 設計 那它一樣這邊它也有 一個Air Bag 它就是這台車子 光駕駛座 整個這個座椅 它也有一個器材 那包含它的西部這邊也有器材 好 我們現在就發動一下這台車子 它很特別的是 它油電的混合的發動的按鍵 它是用藍色的 來做一個區分 像你一般的 引擎發動的一個這個按鍵 前面都是用銀色的或黑色的 然後它這個是用藍色的 也就是說這台車也是 確定是油電混合的版本 那你看它發動完其實 跟一般的汽車完全不一樣 它並沒有任何引擎發動的聲音 但是你只要看儀表板這邊有一個 Ready的這個標誌出現 代表它就已經發動了 在這邊 那一樣它就是 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盤 那外層就是用皮革的包袱 然後使得整個握桿 其實握起來是滿舒服的 那另外它的內裝的質感 其實有搭配的是 皮革的 這個白色車縫鏡跟皮革的一個配襯 以及銀色的飾板 然後來整個 襯托出它整個內裝 跟以往不太一樣的風格的設計 可以看一下 好那一樣它這個 一樣是雙環式的儀表板 那中間有個4.3吋的一個小螢幕 就是說可以來做控制 就是你可以選擇你要的 一些功能 有沒有 像這個台車 它有BSM就是車側盲點的部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後視鏡 它是有車側盲點的喔 那一樣它這邊就會顯示一些 像公里數啊 我調一下 它可以有顯示這一幕 就是有輪胎 電池 跟引擎 也就是說它 在你行駛的時候 它可以跟你確定說 它目前是用 什麼樣的動力在做行駛 包括如果電池的話 它就會 電池會跑到輪胎上 如果是用引擎的話 它就會引擎 然後透過電 然後這樣 三個一直在循環的 在做 回充 目前這台車的公里數是 133682 其實算 以四年車來說 其實算跑的有一點偏高啊 對 好 那一樣它也有定速巡航的功能 在這邊 然後方向盤的左邊的話 一樣就是控制你的 接聽電話 以及音量的大小聲 那它這個是自動光感應的頭燈 雖然它不像進口車都是坐在這邊 但是它這個是有自動光感應的頭燈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邊 那中控台的部分 這個前車主它是有改安卓機 其實可以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你沒有改機的話 基本上不會有這個YouTube的 可以去做觀看 那它這台車功能還有導航 還有電視 這個功能是非常多 然後蠻 等於說你買這台車回去 你也不需要改什麼 藍牙也有 然後電視也有 廣播什麼都有 所以其實這台車是 就是它這個 多媒體娛樂的這個音響 是已經都完全改好了 所以你回去真的是 不需要再做太多的改裝 那一樣中控是雙區的恆溫空調 那接下來下面這邊一樣 它有兩個 這個USB的一個插孔 就假如你充電線啊 你也可以插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有這三個功能 EV Mode是完全 是用你所有油電的電池在做供應 就是你這台車電池要足夠 它才可以給你開啟這個EV Mode的一個功能 那Eco Mode跟Sport就是一般的 就是這樣這種的就是一般節能的模式 就是有時候會用電 有時候會用到引擎的動力 那Sport模式的話就會專注在於 引擎的動力會比較多 那油電的電池的動力反而會比較少一點 你看 按Sport它這邊就會變成紅色的 按Eco Mode變成藍色的 那接下來這邊中間有一個 一個的置杯架 然後 這邊有一個長方形的地方 其實是給我們放手機用的 差不多就是這個大小 然後比較可惜它也是用一般的 舊式傳統的一個手煞車 那後方這邊一樣還有一個置杯架 它旗艦版其實差異就差在它有 這個就是抬頭顯示的螢幕 有嗎 對 就是有多了這個 然後因為它這個天窗完全都是 標配的 每一個都有這個天窗 對 它其實差別差異沒有到很大 就差在這個 那另外 它這台車都是在原廠保養的 這邊可以看一下 下一次的保養是13萬8 它是在零口 所以這台車 這四年都完全都是在原廠做保養的 所以也就是說它在原廠做保養的時候 其實你更可以去購入的時候 你更可以回去去查 一些它的原廠的維修紀錄 或者是大家所最疑慮的 電池的部分有沒有做過更換 這個你都是可以去原廠可以查的到 好 像這個椅子 它是可以多段式的去做調整 就像這樣子 它可以慢慢調 它有很多段可以去做調整 可以依照你的 你的坐姿 你想要坐挺一點 你就調成這樣 那如果你想完全的整個躺平 它也可以去做躺平 然後 它這邊中間的部分 它就只有兩個置物的背夾 那其實沒有一個放鬆的地方 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小小的一個缺點 那它的整個做的方式 其實做起來滿舒服的 因為依照身高170公分 其實如果整個躺平的話 大概 七步到我前面的距離 大概剩下 應該要有3顆拳頭 那車頂的部分 就會稍微有一點點的 沒有這麼的好 就是大概只有 大概兩個拳頭左右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一點點的壓迫 如果它這可以改成全景天狀 應該是非常棒的 然後 它這個就是完完全全是可以坐三個人 因為 其實在我們看到很多的進口車 其實它的這個中間 都會比較高 比較凸出來 會使得讓第二個人坐的時候 會 它只能就是一定要腿腿張開這樣做 因為中間就是 攏起來 但是它完全是平整的 也就是說 這邊 左右做一個 中間在做一個的時候 其實它是可以 彎彎全全的躺著 這樣子去做 也不會覺得說卡卡的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後面的這個空間 其實真的是還滿大的 就滿符合家庭的一個需求 那另外它也有做ISOFIX的一個 插槽 去做 可以讓你去擺放兒童安全的座椅 引擎蓋打開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橘色的高壓線圈 這就是它 電池供應的一個高壓電 那它用橘色來表示 代表說 它是不可以用手去觸碰它的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的高壓電是 如果誤觸的話 它可能會導致人的死亡 這是一個要提醒你們大家的 對 那我們一樣從車體結構部分來看 一樣它這邊一樣有 它的一個標誌就是日語啊中文 這個都有 然後 這邊 車子的資訊 有沒有 如果有換過你不會有這張貼紙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年份 是2016年 它的引擎盤量是2494 我們來看一下它葉子板的部分有沒有做過拆卸 這好像有點看不太到 這邊還是可以看得到 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引擎蓋是沒有被做過拆卸的 它的漆都還在 然後接下來它的引擎蓋的螺絲也是沒有被動過的 完全漆面都是完整的 那接下來再往下看 一樣它這邊一樣是原廠的 因為如果有更換過的話 其實不會有這個東西 它這邊做的稍微引擎室這個空間是比較密集的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內部的高壓電 它這邊有給你寫 不要就是去拆開這個蓋子 或是誤觸到它這個接頭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量頭的部分 剛好這邊比較可以拍的到 這量頭的部分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板修的痕跡 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其實有板修的話 你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它沒有像這麼的齒 然後會有一點就是 它的漆可能會脫落 因為原廠他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是一次的噴塗 噴塗完之後會 如果你有弄過的話 拆過或是板修過 基本上它就會沒有這麼漂亮 然後沿著這個點裙 水箱支架這個地方的 這個機械的手臂和臉都還在 然後再看一下它 右邊葉子板的部分一樣 這邊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這個沒有被動過 漆面都在 接下來看這邊 引擎蓋螺絲也沒有被動過 那我們從副駕駛座的車門開始看 我們來看一下它葉子板 剛才上面那個地方沒有辦法看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鎖前面葉子板的螺絲 如果你要更換的話 你拆這個螺絲 你不拆這個螺絲 是不可能換得下來的 所以從這邊你也可以去注意一下說 如果你這個上面真的沒辦法 引擎蓋前面沒辦法看到 可以把車門打開 看這個地方 如果它有 更動過 轉過 有掉漆 那可以很確定說 它可能 是有做過更換 或者是有去調整 那接下來看門邊的這些 鎖鏈的部分 也都是沒有被拆卸過的 都看不太出 都看得出來 它是不是原廠的鞋沒有被動過 門邊 一樣它的機械的手臂的焊點 都在 那我們就比較快速的帶過 那後門的部分 後門的部分一樣 螺絲都是完整的 也沒有被拆卸過的一個痕跡在 那還有另外他們這個鍋碗廠 好像幾乎都有像 不是噴塗的一個螺絲 這就是有時候其實這個比較難看得出來 它有沒有被動過 那其實從另外一個這個 連接車門那個地方看 其實是可以 看得出來的 接下來門邊的鎖鏈 也都是完整的 沒有被拆卸過 一樣旁邊的一個 機械手臂的焊點也都還在 然後它這邊 後側門還有一個 這個可以控制 嬰兒安全座椅的一個 就是安全鎖的開關 就是 當我打開的時候呢 裡面是沒辦法開門的 只能外面才能開門 一樣這兩邊的螺絲 都沒有被動過 後門 後尾門的部分 後葉子板的 Sport的點 就是它的機械的手臂焊點 也都還在 兩邊都一樣 你可以仔細看如果它這個是有被做過切割 或者是 就是板修過後的話 這個機械手臂的焊點是不可能會在這上面 而且會變得很平整 會讓你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左後門的部分也一樣 看起來完全都沒有被拆卸過 擦乾淨 看一下 就是都是原廠的漆 都沒有被動過 然後旁邊這邊也一樣 都是很平順很光滑的漆面 不會像烤漆那種 有時候會有一點 摸起來的質感沒有這麼的平順 因為有時候用摸的也可以摸得出來 它烤漆不可能像原廠那樣 漆面這麼的光滑 後面這邊也一樣 這邊 車門也是沒有被動過的 螺絲也都還在 都沒有被拆卸過 最後一個就是這邊 一樣 左邊剛才 左前葉子板沒辦法看到 那現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葉子板也是沒有被拆卸過的痕跡 它實測出來的數據是9.22秒 它實測出來的數據是9.22秒 那其實以它這台休旅車來說 它整體的加速其實是蠻快的 不會輸於那種有渦輪增壓的一個車子 其實它在 定速100的時候 其實它的噪音大概都落在60出頭 我覺得它 在車的車內的分貝的噪音其實蠻低的 其實聽不太到外面的 不論是引擎生啊 可能別的車子從旁邊很快的經過 你也不會感覺到有很大的噪音 會影響到你車 車內的一個感受 而且目前看一下這邊 104喔 目前分貝除了我講話之外 才提高到68、69 不然就算100它也是在61左右 所以我覺得它這台車 真的是蠻高級的我覺得 就是這個 車室內的噪音其實不輸給進口車 對啊 那整個路感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它 瞬間加速的力道是很足夠的 就像我現在這樣仲裁 其實它可以瞬間 可以提出它的馬力 那它的動力的話 它的引擎動力是155匹 那加上它的電池的動力的話 它的縱效馬力可以高達197匹 再以2.5的休旅車來說 其實這個動力是很足夠的 那另外剛剛也有介紹 它在新車價是139萬 Toyota RAV4旗艦版的四輪穿動 那我們店內售價是 會開在65.8萬 網路優惠可以在折扣3萬 是62.8萬 好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也可以開啟小鈴鐺 你可以在第一時間收 可以接收到最新的一個影片資訊 那另外你有估車需求的話 歡迎上我們的AutoStar網站 做線上估價的動作 那我們會派取專人 來道府為您做收購 以及估價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的賞車地址是 台北市北投區力顯路61號 謝謝大家